现在是3月12号 我这抱着小狗儿 遛狗呢 抱着他啊 走一段 然后他愿意回来就 就跑回来了 不愿意回来的接着走 他有时特别喜欢在外边玩 这想说一件什么事呢 就是当一个人有权利的时候 你比方说 他就有人事权嘛 人事权他有的时候 他就会 比方说 他这个单位需要两个人 他要找两个人 你比方说在一个 组织内部 他选择 他选择的时候 他就选择那个 他认为比较好的 比如说长相 比如说文化 比如说处事 所以我就遇到这个 像我在那个 刚才说教我灭字那个人 灭教 我当时是 他因为他是高中生嘛 他是南通人啊 那个江苏南通 结果他就告我这个 但是他为什么能够当一个通讯员 通讯员就可能就是拿新的吧 还干嘛 我不知道 反正 那搭了 那个 要在军舰上 他得给那个舰长政委 打翻 你要是在一个 翻缆班 或者枪炮班 航海班 那你得轮流了 就是今天我执 明天你执 说开饭了呢 拿着咱们这个 这个班的这个 吃饭的东西吧 就把那些吃了 得拿到一个地儿去 以前都是在地上吃了 后来这个军舰啊 建造的特别漂亮 而且那住的就跟那个宿舍似的 床铺 上下宽敞极了 我都进去过 但是以前我曾经在那个 一个货位舰上 就是 就是在那货位舰上哈 那个船 那个你就能坐起来 座位舰基本上是顶上 那个上铺的那个 那个床铺了 而且它还不是床铺 是那单架呀 它因为当时的那个 没有那么好的军舰 它是用货 货轮改的 所以那一个舱里边 好吗 住得多住多少人啊 九 四九 那个好像起码很小的舱 当然那个习惯了就好了 我睡觉那地方旁边就是一个 大电机 那电机是抽 就是换气的那电机 还是骂电机不知道 反正是挺响的 那习惯了也就睡了 说跑题了 说这个 比如说你要是 在一个学校里上班 说那个兵团司令 他得要那个保卫员 警卫员 那你挑的时候不就是挑着 长得比较帅的 是吧 个高个矮是一方面 也不是绝对的 是说这个人的反应 和这个人的文化 这个人的 就是 平常的表现吧 反正你比方说 这人没文化 这个文化比较低 那怎么办 那他那个什么呀 肯干啊 他用肯干来证明 他存在的价值 你比方说 这个 这不是绝对的 有的人比方说 他文化特别高 文化特别高 也不一定是 完全会给他加分 也许他 正是因为文化高呢 他对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 或者是 他可能是有的地方 会注意不到 其实 其实这个 中国古代那些传统思想 和现代的近 近三百年 在中国应该是近一百年 出现的圣经的知识 这些 说法呢 其实也是 除了那个 科学知识之外 就是那个 就是使用了技术之外 技术知识之外 这些也是重要的 因为有人说 那个 他本身就是 这个 老天爷 告诉他们的事 那不仅是 科学 而且还是真理了 你看 他们这 这个交通规则 特别 特别有意思 说时间太长了 狗子该 溜达溜达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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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